这其实不是最好的时候,前路叵测,风浪诡诀,但心情像是点起脚尖,站在风眼,前所未有的瓶颈,如同隐晚成的精英学,又像白马渐渐引入无边的芦花丛。 一直以来都有心结,从小被抛弃,没有学员亲人,被人收养,活得永远收敛,可是现在站在这里回望,忽然可以淡淡一笑,说那些所有的不顺都是小事情,现在就很好。 门想,曹炎华不知道进来干什么,一眼瞥到他,哼了一声,说,我小师傅又在显摆自己认带好了。 木带笑出声来,低下头,长长的睫毛浮在手背上,痒痒的。 是的,现在就很好。 曹炎华鼓起勇气,战略迂回,先给青山拨了电话。 青山在县城的工厂打工,接电话时,声音奄奄的,似乎也不大记得被附身时发生的事。 说,亚凤跑了,我就知道,没这样的好事的,那么一个好看的大姑娘,哪能看上我呀,上赶着要和我结婚,结完就跑了,也不知道图个什么。 找了吗?找了几次,找不着。 有人说,跟外国人跑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外国人,说的不会是猎豹的手下吧? 曹炎华岔开话题,我爸妈还好吧。 青山说,大堆表哥,你不知道村里拉线了吧? 才拉的,有电话了,你打回去呗。 按照青山给的号,一键键点下数字,最后拨号的时候,手心都汗湿了。 通了,那头船来带着浓浓鼻音的土话,拉个仨。 我,大堆,木带他们忍着笑,旁观了曹炎华,脸色转白,转青,险些转黑。 世上过方敲锣,那都多少年的事了,翻不过去了是吗? 不是打电话抄你要钱的,我有钱,自己有饭吃。 谁死在外头了?我好得很,爸爸你咋这么记仇呢? 锦华嫁不出去,怪我咯,他都出去打工那么多年了,人自己有想法,都多少年了你还抬不起头,至于吗? 然后就没然后了。 信了电话,曹炎华瞪看着他的所有人,忽然来了气,跳脚大叫。 不打了,就当我死外头了,不打了。 气羞羞去洗手间,甩门,喷一声响,隔壁房大概都听得到。 看来,不是所有的浪子回头,都能圆满收场的。 一万三想了好久,该给谁打呢? 没亲人,五株村荒了,打电话给那些自己坑过的人,未免太矫情了。 没了,他去到门外,蹲在走廊里,拨了张叔的电话。 张叔说,哟,这谁呀?这不江老板吗? 还知道打电话,太感动了,你等会呀,我吃块肉牙牙精。 半大老头子了,说话还这么损,都常年上天涯学来的。 也不知道说什么,随便问了几句,店里生意好吗? 进货价贵吗? 有些卖家报价特低,是有八九是假的,别急着进,旅游景区,人杂,进店消费的,有客人,也有冒充客人下手切钱包的,一定要带上演,多注意。 张叔觉得不对劲,你唠叨这些干嘛? 转性了。 一万三说,没什么,叔,要是我,不回去了,我那些东西,你就扔了,下次,招个比我靠谱的人。 一万三说,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呢?不回来是怎么回事? 小兔崽子,你可得把话说清楚了。 一万三心里有点难受,吸了吸鼻子,说,没什么,就是这么一说。 以张叔常年混迹天涯的激景和脑洞大开的程度,是断不会相信他这托词的。 一万三,你该不会是,得绝症了吧? 是早些年在外头落下的病根吗? 我就说,你那小身板,平时也不注意,拼命往死里祸祸,人家曹胖胖比你壮,还每天起来跑圈压腿,你呢? 锻炼过没? 一万三没吭声。 你倒是吭气啊,怎么个情况? 医生怎么说呀? 一万三,兔崽子,在听我说话没? 我跟你说呀,有事要讲出来,大家伙有商有量地想办法,是不是医药非贵啊? 没事,我身上还有点钱,我跟老板娘说说,当初一万三千块,他都帮你还了,为你这条小命再补贴多点,也有可能的呀。 一万三忽然哭出来,咬着牙,不出声,抬起袖子,擦掉眼泪。 张叔还在那头一个劲追问,一万三轻轻嗓子,说,不是,叔,屁事都没有,我就考验一下你对我的感情。 于是,这曾经一度温情默默的电话,以张叔的破口大骂和一句你要赶回来,我敲断你的腿告终。 虽然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一万三的心情却出奇的不错。 回到房间,看到颜红沙拿酒店的小叔子,在给曹姐放顺毛,曹姐放一脸的陶醉,像极了解放前压迫劳苦大众的地主老财。 一万三一屁股坐到颜红沙边上,二伙,打过电话了吗,给谁打的? 没人打,你家里人哪? 颜红沙小声说,没家里人了,都死了,就没别的亲戚了,那种十年八年都不联系一回的,我干嘛打过去,我有那功夫,不如给解放顺毛。 他倒是挺想得开的,一万三忽然有点佩服他,红沙身上有一股几乎粗犷的侠气,说我干时说得最干脆,喝酒时也喝得最利落。 罗任的电话打给了聘婷,聘婷收到电话时,高兴坏了,说小刀哥哥,你很久,很久,很久,没给我打过电话了。 一连说了三个很久,罗任说是很久了,你病了很久。 聘婷沉默了一下,说病好了之后,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罗任笑,还在吃药吗?在吃,喝医生说最好巩固一下。 我房间的床头柜,抽屉下层,最底下有一张卡,密码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里头大概有一百多万,记不大清楚了。 你拿上,为自己打算,进学也好,智产也好,自己规划,从现在开始,立根立本。 叔叔不在了,郑伯年纪又大,你要学着担起责任。 聘婷沉默了好久,说,我知道了。 他从来就是个聪明的姑娘,含蓄,害羞,习惯暗示和话里有话,也听得懂别人的暗示和话里有话。 他换了个轻松点的语调,我想以后自己开画室,所以可能会找一家国外的好点的学校进修。 小道哥哥,到时候你会来看我吗?争取吧,去不了也会给你打电话的。 聘婷忽然有点感伤,小道哥哥,小时候我们老在一块儿玩,以后会越来越疏远的吧。 罗人回答,每个人都走在人群里,你走得离我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是好事情。 第三天的傍晚,夕阳雪一样红,距离七七之数的到七日还有四天。 压车的神棍,就乘着这一抹夕阳的余劲进了通线,在酒店门口下的车,被前来接应的大唐服务生视而不见。 当然,也可能是服务生觉得,这位肩胯无仿不带,眼镜腿用线绑着,脚边还放了那么大一个破箱子的人,何该是送货去工地的。 神棍给罗人打电话,说,小萝卜,我到了。 向子晨,你们是不是下来接应一下呀? 一边说,一边仰着头往楼上看,这酒店楼层真高,外窗的玻璃被夕阳映射得闪闪发亮。 罗人打开窗,探身看下去,看到神棍在楼底,掌握过手掌,那个装好的箱子像个安静的火柴盒。 他笑了笑,回头看屋里的所有人,说,到了,神棍到了,另外六根胸茧到了,回避不了的命运也到了。 尾声,这个晚上,气氛凝脂到真的像是战前。 罗人利用网上的卫星地图,大致拢出了凤子岭的高空地貌,凤子岭形似巨大的凤凰卵寇,其实并不确定这地势是否也隐隐带有封印的力量。 但既然要在这里做最后一搏,自然还是遵循古致以来的某些原则,比如中轴对称,方正严正,最终选定的是凤子岭中心地带,也称灵眼。 他教神棍使用电击枪,选那里,还有一个原因,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压伏不住体内的胸肩,转而行胸的话,待在偏僻的地方,总比在人多的地方要稳妥。 你要做个决定,是电晕了绑起来,还是清理? 边上的曹炎华听到清理两个字,一个星辰到胸腔发闷,拉一万三到边上问,至于马三三胸,至于要清理吗? 一万三沉默了一下,说,我听起来也怪怪的,但罗人考虑的确实周到,万一结果不好,五个人身上有七根胸茧,谁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是那句话,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吧,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曹炎华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针针诡诀的画面,四窄山里,那个猴头触蒙着胭脂色琥珀的,满头白发四肢爬行的女人, 还有向四兰变了形的胸腔,森森的肋骨,拱围着一颗看得见的,跳动着的心脏。 神棍不想学,还是别吧,刀枪哪能往自己朋友身上招呼呢? 罗人回答,谁知道那个时候还是不是朋友了? 就好像当年的罗文苗,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后,依然会走,会呼吸,会穿衣睡觉,但再也不是自己的叔叔了。 第二天一早出发,天气不好,雾里带蒙蒙的雨,退房的时候,罗任听到前台的服务员互相聊天, 说是北方到底是冷得快,历秋之后,一场与一场寒最高的山间间上,说不定都有雪了。 那雪盖在山上,开始只有熔钱帽上的球球那么大,然后变成小三脚锥,循着冬天的节气一直往下生长。 最冷的时候,漫山遍野,而等到雪全部化掉,一年也那么悄然过去了。 路上,罗任在一个烟花爆竹店门口停车,买了几串鞭炮,可能是淡季生意不好, 有客上门,老板分外热情,附赠了一堆烟花小玩意儿,曹烟花还以为是要放个炮, 求个万事顺遂,哪知罗任直接递给神棍,听一万三说,凤子岭身处有狼, 我估计有狼群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二三结队的孤狼,到时候, 如果你真得一个人出岭,忧郁狼的话,就点两串,狼爬,神棍借口说,狼爬鞭炮, 这我懂,我以前老去骗的头,我朋友教我,放鞭炮最省心, 还有啊,狗爬弯腰狼爬蹲,你一蹲下,他以为是放枪,没准就跑了, 罗任笑,你朋友挺懂,神棍笑得跟花似的,有人夸他朋友, 真比夸他还觉得高兴,说,那是,车进凤子岭,赵就是在丁老九门口停车, 丁老九颇有生意头脑,这一趟,直接让老伴从屋里拿出来好大的军用棚布, 张罗着要把车罩上,给钱的时候,罗任说,服务挺周到啊, 丁老九说,那是,我觉得这是个门路,等到忘记的时候, 再有自驾的游客来,我就不带团了,到时候,我在门口搞几个停车位, 专门看车,收费擦车,能开得起车的,都不小气,挣起来轻松, 他一边说,一边好奇地盯着一万三盒曹严华从后车厢搬下来的巷子看, 这几个人,一趟两趟进山,带的装备越来越多,难不成,挖什么东西, 他心念一动,觉得是个机会,可以顺便再敲点钱, 我同你们说呀,山里的东西都是国家的,不能随便挖, 做生意归做生意,你们要是犯法,我是要举报的, 他觉得罗刃出手大方,琢磨着还能再得点风口费, 罗刃笑了笑,忽然伸手揽住他肩膀, 强行把他拖到一边,压低声音, 其实我们是去找当年那条狗,你知道吗, 那棵树我们挖过,下头没东西,他可能从地下爬出来了, 丁老九海的腿都哆嗦了,罗刃哈哈大笑, 推开他说,看好我的车,万一有个滑着碰着,我跟你没完, 徒步,跋涉,搬箱子的男人轮流换手, 不断根据定位仪和之前的地貌图计算方位和部署距离, 路并不难走,就是越走越高,越高越冷, 小雨在阴沉的雾气里飘,严红沙说了句, 不知道灵眼的位置是不是最高, 先前我还以为,凤子岭环抱的是个谷地, 如果是往高里走,这地貌可真像凤凰鸾扣着胸茧啊, 一万三街口,越向越好, 以前不是有专门择击的风水先生吗, 说不定地形地势也有灵,越向越灵, 下午四点多,终于差不多就位, 灵眼所在也是高处, 但不是陡峭的山峰,像个巨大的高处平台, 位置略低,站在平台上仰头, 可以清楚看到三面的领头,巨大而齐形怪状, 并不觉得像凤凰,可能是离得太近, 只原身在此山中, 木带楠楠,要是有鲁斑造的木渊就好了, 骑上了飞一圈,就能看到山头到底长什么样了, 仙渣营为了挡风,被一块巨大的岩石, 天见黑,温度以皮肤感觉得到的速度下降, 幸好有准备,带了备用的厚衣服, 穿上身,拉脸拉到底,扭扣扣到头, 罗任的习惯改不了,一旦扎营, 必定要圈钉范围, 他在就近的山壁上砸了两根锚钉, 绳索绕过岩石,分别连上锚钉, 绑出一块三角蛆,木带给他帮忙, 守在山峰中击的一九,就有点发浆, 得时不时地搓着,往嘴边喝气。 最后一次喝气是,罗任这里完工, 帮他把手捂在自己掌心,仰头看了看天, 说,通贤如果要下雪,第一片雪花飘到的, 应该就是凤子岭,这几只凤凰会先白头, 以后我们老了,白了头发的时候, 再来一趟,凤凰白头,夫妻白手, 金婚留念。 木带笑,说,不要说老。 说这话的时候,风大起来, 有碎雨掠过他鼻尖,划过一道水痕, 罗任在笑,他的年纪其实刚刚好, 还是年轻样貌,眸色却已深沉, 性子渐转稳重,不再鲁莽冲动, 开始知道生活不是风一样, 略过那么轻易,要像油水一样, 浸在其中,向前进,不是简单抬脚就跑, 要伸手,蹬腿,吸气,呼气, 一下一下去滑袍, 要怎么想象他老的时候, 像现在一样站在他对面,满头白发, 捂着他不再柔软和狙皮百结的手, 笑起来眼角深深的纹落, 像老叔数不清的年纹, 木带眼睛忽然湿润, 前一秒还在摇头说不要说老, 下一秒忽然觉得, 真能这样,也是一种老天给的安赐, 多少少年夫妻中途离散, 几个能颤巍巍相视而笑, 一直到老, 他用力点头,老了再来, 砰砰砰, 营灯打开了, 雪亮的光柱, 把雾弱的鱼罩的仙豪壁线, 篝火点起, 咽头舔着落下的鱼, 痴拉一声, 激起细小的白色烟气, 曹炎华叫他们, 小罗哥, 小师傅, 开箱了, 开箱了, 长方的鱼缸, 大半缸水, 血色的凤凰卵口, 已经淡成一抹若隐若见的珠虹, 六根无字的胸茧, 像六道肃木的碑, 火霹雳啪啦的烧, 气有点短, 喘不上, 曹炎华想, 兴许是海拔太高, 太稀薄了, 该带个氧气罐上来, 罗刃卷起右臂的袖子, 露出结实的手臂, 说, 我先来, 顿了顿, 长须一口气, 整条手臂进入水中, 从来没试过这样, 这之前, 都对胸茧敬而远之, 哪怕微看水影, 也只敢指尖清除水面, 炎红沙失声叫了句, 他在躲, 是在躲, 幅度不大, 像是轻颤, 自发的, 和罗刃的手臂保持距离, 罗刃心念一动, 伸手想抓, 每次行将碰到, 胸茧都像变了鱿鱼, 迅速避让, 果然, 他并不愿意上身, 罗刃皱着眉头缩回手臂, 皮肤沾了水, 风一吹, 冰一样凉, 是坏事也是好事, 虽然计划被打乱, 但同样说明, 胸茧对他们是忌惮的, 忌惮就好, 怕就怕肆无忌惮, 怎么办呢, 一万三说了句, 罗刃, 你刚可能没注意, 我在边上看得清楚, 他夺你, 但也同时夺血色凤凰乱寇, 所以呢, 一万三说,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讲兵法, 打仗吗, 这像个包围圈, 胸茧现在在里面挣扎, 如果把包围圈缩小, 让他避无可避呢, 话是这么说, 但就算避无可避, 也不一定上身, 木袋一直盯着胸茧看, 罗小刀, 胸茧只是利器, 本身是没有形体的, 也没有重量,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 是因为我们的血珠的进去, 让它显形, 对不对, 罗刃看向他, 对, 他很注意木袋的一些想法, 很多时候, 木袋未必能给出最终的步骤, 但他通常都会想出一些对的方向, 他怕水, 但只是暂时的, 我们之所以能封住他, 是因为血珠的进去, 对吧, 没错, 最最初的时候, 他不知道如何困住胸茧, 一厢情愿地用水, 用木箱, 拼命击起所谓的金木水活土五种元素, 还用金粉淌写了老子的, 道德经, 结果不久后的某一天, 忽然发现, 婷婷在雾里拉线, 那胸茧又回到了他身上, 他说, 我们放水吧, 水慢慢放出去, 鱼缸里的剩的液体, 就会越来越少, 如果只剩下底面, 浅浅的一层, 再伸手进去, 他就没法再躲来躲去了, 一万三皱眉, 可是他没法躲, 他还是不一定会上身了, 罗刃手心慢慢攥起, 他有种直觉, 一万三的话有道理, 但木袋的想法, 通往正确的路, 片刻之后, 他豁然起身, 去背包里翻出急救包, 里头的一个裹布袋戴开, 是一排六的吸管注射器, 说, 我有一个办法, 抓鱼的时候, 单用手抓, 很难抓到, 但是如果用网兜, 效率就会很高, 用薄的布, 或者衣裳, 做个简易的网兜, 连血色卵扣带胸减, 很快都出来, 血色卵扣仔, 他跑不了, 至少三五分钟里, 一定跑不了, 把它都到小的容器里, 然后我们往里放血, 一万银过来, 然后用注射器, 从容器里吸血, 吸干净之后, 再回注到我们身上, 罗刃点头, 是啊, 他不是不愿意上身吗, 血液注射, 也算是上身吧, 曹炎华倒吸一口凉气, 还能这么上身, 但转念一想, 这确实是一种上身, 简单, 粗暴, 直白, 以血对血, 唯一就是, 小罗哥用五个人的血吗, 咱们血型不同吧, 输血不是要一样的血型吗, 是, 异形血进入血管, 可能会引发凝血和栓色, 多的话会要命, 但是如果量很少, 体内的嵌溶系统会起作用, 神滚忽然冒出一句, 这时候还管什么血型啊, 要是交真的话, 你们的血注进水里之后, 根本就不该形成什么血色软口, 要是怕输血出问题, 那就喝, 喝进肚子里, 那也是上身, 喝嘛, 喝得满嘴都是血, 太不文雅了吧, 曹炎华还没来得及说话, 炎红沙很实在递来了去, 喝不好吧, 上能吐出来, 下能拉出来, 感觉那都不叫上身, 罗刃又好气又好笑, 顿了顿说, 还是注射吧, 我先试, 然后给你们打, 如同计划好的, 制作网兜, 兜起, 倒进简易塑料杯, 驱斜的时候, 罗刃主刀, 选取每个人手臂的小血管, 很快过一刀, 流失量血滴入, 然后棉球摁住伤口, 贴上胶带, 真不明白力气到底是什么, 没有形状, 没有重量, 一根注射器看看抽板, 一管, 暗红色, 六根都归缩在里面吗, 想想竟觉得憋屈, 罗刃先给自己注射, 想好的每人五分之一, 注的时候, 还是给自己多恩了点, 自己的多了, 别人就少了, 真的排意, 真的出状况, 他们多少会好受些, 接下来, 接下来, 木带, 红杀, 一万三, 最后到曹炎华, 临门一脚, 曹炎华忽然无端心慌, 想临阵退缩, 又觉得没脸, 嘴唇吸动了几下, 对着神棍大叫, 神先生, 我要是回不来, 你就把解放放生, 可别吃了他呀, 其实也没那么担心曹解放, 但总觉得喊点什么, 才能舒缓减压, 罗刃听在耳朵里, 微微一笑, 手中针管一推到底, 得了, 逼上梁山, 想反悔也过期, 每个人互相对视, 因着忽然身临同样的深渊, 心理上反而更加亲密, 罗刃低声问他们, 感觉怎么样, 有不舒服吗, 还好, 似乎没有异常, 什么异常都没有, 眼睛依然明亮, 耳朵依然聪明, 火烧湿木的烟气绕在鼻端, 一样的呛人, 木带问, 这是不是就算是封印了, 是吗, 希望如此, 但每个人又都觉得不置信, 像是准备好了, 要对付大刀长矛的土匪, 结果对方的配备, 只是参少和水果叉, 真觉得正常, 真觉得, 一点不对都没有, 没有, 就这么完成了, 完成了, 从忐忑, 不置信, 到欣喜, 到忽然双目湿润, 木带有点手足无措, 一只隔着篝火的火焰看罗刃, 一万三故作镇定地给篝火添柴, 两只胳膊都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曹延华坐不住, 一咕噜爬起来, 不行, 我想翻跟头呢, 他攥了足足的劲, 但是不会翻, 木带没交过, 严红沙说了句, 咱们拍张照片吧, 合照挺有纪念意义的, 神先生帮我们拍, 然后我们再和神先生拍, 最后和解放拍, 提议不错, 记忆会褪色, 意外会发生, 任何重要的场合, 都应该留下照片, 撑在多年以后的翻看, 反复骂撒, 还有回忆, 严红沙把自己的手机调到照相模式, 递给神棍, 神棍端了手机, 站前点, 又挪后点, 指导着他们摆姿势, 小萝卜, 你搂着小口袋呀, 曹胖胖, 你比个二, 哎呀, 不要嫌傻, 反正你本来就看着傻, 小三三, 你头往红领巾那里靠一靠, 再近一点, 咔嚓一声, 图像显像, 真是, 完美, 虚情恰到好处, 篝火形同打光, 给晚上的画面增色不少, 人物的姿势排位, 惊他那么一指点, 简直符合黄金分割比例呢, 神棍觉得自己挺有拍照天分的, 乐滋滋转回拍照模式, 再来一张, 换个姿势, 虚情况里, 每个人都没动, 神棍不耐烦, 抬头看向他们, 我说你们倒是换个, 话音戛然而止, 一股凉气骤然爬上背心, 腾腾腾倒退两步, 正爹坐在搭好的帐篷边, 手忙脚乱, 一把抓起电击枪, 抖抖锁锁举起, 还是别吧, 刀枪哪能往自己朋友身上招呼呢, 谁知道那个时候, 还是不是朋友了, 他颤抖着声音, 试探性地叫, 小, 萝卜, 口呆, 胖胖, 细雨在飘, 飘进迎灯的光柱里, 像一根根细密闪亮的针, 篝火在闪耀, 偶尔有大致的木柴烧空, 发出啪哒的一声跌落的声响, 你看, 万事万物都是动的, 可是, 那五个人再也不动, 第七卷晚, 翻卖, 晚上十点多, 距离变故发生三个多小时, 岭上的温度继续下降, 随雨中开始夹带雪叉子, 打得帐篷顶沙沙作响, 神棍裹紧衣服, 在随身的本子上一字一句地写, 封印胸茧, 五人全部失去意识, 集体僵硬, 无心跳, 无呼吸, 但一定不是死亡, 一定不是死亡六个大字下面, 重重划两条横线, 他不是人体死亡研究专家, 但常识他是懂的, 据说人死亡一分钟后, 因为血液的关系, 全身的皮肤就会发生变色, 但他们没有, 始终保持那一刹那的微笑, 肤色生机勃勃, 死亡约五分钟, 身体内没有血压, 眼球会从球体慢慢变平, 他们还是没有, 眸光依然有亮, 凑近了看, 神棍隐约还能看到, 端着手机取景拍照的自己, 就好像, 时间是条看不见的隐秘大河, 所有人熙熙攘攘, 从生到死都在河底行走, 而他们五个, 忽然间被拖出了河面, 神棍看向帐篷内侧, 五个人, 他费了好大力气, 都搬进来了, 吭哧吭哧, 像是劳力在搬展出的雕像, 还按照原位置排好, 给他们照上毯子, 曹雪放开是挺兴奋, 大概觉得发现了什么新奇的游戏, 围着几个人走走停停, 还拿脑袋去顶曹炎华的屁股, 最后失了兴致, 懒洋洋钻进毯子里, 握在一万三盘起的腿上, 舒服, 温暖, 简直是天然的鸡窝, 帐篷的门帘没拉紧, 有风不断地从底下亲进来, 送来远处凄厉的狼嚎, 神棍从那袋烟花爆竹里, 抓了三两个, 掀开门帘, 一股哪儿都扔进渐然渐小的篝火里, 炮帐竟然是哑的, 反而有个绚丽包装的小烟花, 搜忧一声, 像钻天喉, 窜到半天处, 炸开绚烂的环, 照亮那一侧的领头轮廓, 像是给凤凰带寂寞的花, 神棍等了两天, 出了睡觉, 笔记本上的观察记录, 每两小时更新一次, 没有新的内容, 新一色的通上, 之前没预料到这种情况, 带的食物不多, 神棍啃了几顿压缩饼干之后就断粮了, 高台上是风口, 即便躲在帐篷里, 每时每刻还是动得哆嗦,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做了个梦, 梦见已经过去了好多个寒暑, 几个人身上都积了厚厚的尘土, 像旧仓库里摆放了多年而盲尘的塑料模特, 他拿吹风机去吹, 风荡开到最大, 灰尘雪一样飘走, 露出熟悉的清晰轮廓, 每一张脸上还都是带着笑的, 半夜, 通现迎来了第一场雪, 不大, 如同罗人预料的那样, 凤子岭的三个凤手最先白头, 捡来的树枝都湿, 火长久生不起来, 帐篷里喝的全是水汽, 没法量, 内外的温度几乎没差, 起床之后, 神棍鳄的头晕眼花, 在皮带上钻了心孔, 捡了右紧, 搓手, 喝气, 跺脚, 跑圈, 曹解放倒是展现了惊人的适应能力, 山鸡抗寒耐粗, 零下三十五度, 都能在冰天雪地行动历时, 神棍饿到极致时, 脑子里转过曹解放的念头, 后来还是放弃了, 原因有三, 一曹胖胖交代过的, 要给解放寻个好归宿, 所谓的好归宿, 肯定不是他的肚子, 二, 他饿得腿脚发软, 但解放遇见灵巧, 估计也逮不住, 而且据说, 曹解放发起飙来, 战独力相当惊人, 三, 就算逮了解放, 耗了毛, 这里条件贫瘠, 只能捎来吃, 毫无滋味, 以致记忆失去了生命, 死后若不能以肯德基 全家桶的调味标准来对待, 何其憋屈, 神棍对自己说, 再等等看, 到晚才能说殷勤, 不到最后一刻, 什么都不能定论, 他又挨了一晚, 这一晚下小雨, 加雪茶, 帐篷里湿冷, 不过也确实到了时候, 天气预报里, 一定在反复广播迎来了 第一波强冷空气, 提醒广大人民群众, 注意保暖, 神棍冻得睡不着, 肚子里扭曲得像有一张 等着头时的嘴, 后半夜时听到狼叫, 惊觉距离比前一晚近了好多, 咕噜一下翻身坐起, 听说, 天冷下雪的时候, 狼找不到吃的, 会主动犯险, 攻击人, 或者潜入就近的村子, 他握紧电机枪, 没再敢合眼, 后半夜, 雨又转了雪, 雪落在帐篷上的轻软声音, 向天地间横远地叹息, 终于挨到天亮, 帐篷门拉开, 漫山遍野浅浅地白, 回头再看罗任他们, 心里秃得一跳, 揉揉眼睛再看, 没错, 他们的脸上, 好像都有一样的红, 这是有知觉了吗? 神棍喜得心吐吐地, 抓起了笔记本奔过去, 看清楚时, 心里末的咯噔一下, 赶紧掀开毯子, 看他们的手, 是冻伤, 温度太低, 他们不活动, 较长时间处在低温和潮湿的刺激中, 体表血管净乱, 皮肤开始红肿充血, 每个人都有, 程度不同, 可能因为女孩子未寒, 木带和红纱的情况严重些, 山里的温度在逐日往低走, 大风又加剧了时温, 这冻伤只会越来越严重, 皮肤, 皮下组织, 肌肉, 甚至骨头都可能坏死, 他们是没有死, 但身体还是会死, 像脆弱的芦苇, 一轮寒冷就可以把他们收割, 进山前, 罗任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你要做个决定, 是电晕了绑起来, 还是清理, 神棍很快做了决定, 就算他们一辈子醒不过来, 也要好好保护他们的身体, 现在首要的是要出去, 否则低温严寒和缺少食物, 会要了所有人的命, 他要抓紧时间, 赶紧去村子里找人帮忙, 神棍把每个人的衣领都扣紧, 一个紧挨一个, 用毯子把大家围裹起来, 所有能用来加温保温的东西, 都往毯子里裹色, 钻出帐篷之后, 把拉链拉好, 曹解放原本在周边溜达, 这个时候, 一摇一摆过来, 张开翅膀, 扑腾着站到了帐篷顶上, 神棍说, 我就当已经把你放生了, 你爱干嘛干嘛吧, 他捡了根粗木棍, 后腰插了罗刃的匕首, 几穿鞭炮都盘了胯在肩上, 直逐着沿着来路回去, 走了一阵, 看到雪地上有杂乱的脚印, 像梅花, 纸端有尖利的爪, 心里一沉, 赶紧又跑回去, 飘摇的小帐篷, 即便拉链门紧闭, 怎么看还是怎么觉得娇心, 他忙活了一阵子, 搬了不少大鞋的石头, 围着帐篷垒了一圈, 死死堵住拉链门, 曹谢放还站在帐篷顶, 聚高临下看他, 神棍说, 你要是只能看家护院的狗, 该多好啊, 又说, 平时喂你的米, 不是白喂的, 既令着点, 该你上的时候就要上, 懂不懂, 说完了, 从肩上分下一串鞭炮, 信着火鸡点了, 然后转身离开, 这一回没有哑炮, 身后, 磕磕炮仗噼里啪啦震的响亮, 破碎的爆竹纸, 混着地上的雪墨子, 在硫磺烟气里乱飞, 曹谢放逃得远远的, 亮着嗓子叫, 呵, 多, 罗, 神棍走了六个多小时, 马不停蹄, 到村子市已经是傍晚, 直奔丁老九家, 进门时, 双腿一软, 险些起不来, 迷糊中, 丁老九扶他上了炕, 裹了被子, 灌了两口烧酒, 身上缓过来之后, 才觉得嘈杂得厉害, 睁眼看, 是就近的那些老头老太, 双手拢在袖子里, 大概都是听到消息, 过来看热闹的, 丁老九为难地表示, 不进山, 给多少钱都不进, 天气好的时候, 村民都不会进到林子深处, 何况是现在, 既下雨又下雪的, 再说了, 他指了只看热闹的人, 说村里没轻壮, 不残不病的年轻人, 都去外头打工去了, 剩下这些老头老太, 万一在山里磕着碰着, 那可是要人命的事, 神棍不想废口舌, 时间紧迫, 也没那个功夫等外援, 那我自己进, 给我准备点酒, 吃的, 茶洞窗的药油, 还有, 我怎么把人弄出来, 车开不进去, 这要怎么搞, 看热闹的老头老太们, 纷纷显测, 骡子, 用骡子背, 我家养了两头, 便宜给你用, 就是脾气倔, 怕你熏不好, 你要力气大的话, 我家有板车窄的那种, 推呀拉呀, 都行, 末了, 丁老九引神棍去了后院, 给他看棚里拴着的一条大青牛, 这牛, 脾气温吞, 听话, 鞭子抽杯上的直走, 左抽朝左, 右抽朝右, 你要不嫌弃, 我帮你把牛跟板车套一起, 拉死五个人出来没问题, 不嫌弃, 就这么定了, 收拾得很快, 板车上垫了尾席, 铺里层棉被, 另带撒大花的盖被, 怕被子被鱼血打湿, 又罩了块大油布, 丁老九给他灌了凉水壶的热水, 袋子装了十来个馒头, 还有咸菜疙瘩, 另有人送来了大手店, 浸油的火把, 挂在源头上的老油灯, 甚至有叉廊的钢叉, 这村里人, 其实也还不错, 神棍裹了老羊皮棉袄, 头上顶了斗笠, 赶牛进山, 出乎意料的, 速度比他想得快, 大概是因为牛看似慢吞吞, 实则步子跨得大, 稳健, 又不骄不躁地持之以恒, 天很快就黑了, 雨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风却冰刀子一样狼, 神棍嚼了个馒头, 点起火把, 就手插在板车员手上, 行程过半时, 狼的嚎叫声又隐隐传来, 路过深密的林侧, 直觉林子里隐隐冲冲, 不过大概怕火, 始终没敢露面, 后半夜时, 终于接近扎营点, 风越来越大, 牛也渐渐吃力, 神棍下了车, 揣着大手电, 牛鼻子拉伸叶在肩上, 拼命往前拉, 才刚走了几步, 在一次手电前兆时, 忽然打了个寒劲, 有头狼扑伏在地上, 深周的血几乎凝成黑色, 皮毛粘着血, 被冻凝成凌乱的一撮一撮, 身后的大青牛似乎也有些畏缩, 鼻子里喷着气, 四踢迟疑地想往后挪, 神棍拼命抹住劲, 才把牛车给拉住, 他端着钢叉, 把狼的尸体插翻到路边, 然后继续赶路, 这最后的一段路, 薄薄的雪地上, 兴兴点点的血迹, 在往后走, 出现了鸡毛, 一根一根, 一撮一撮, 神棍显现要怀疑, 曹雪放已经被狼给吃了, 但鸡毛的数量太多, 单凭解放, 耗光了也未必, 到了, 神棍紧走两步, 手电向帐篷触照过去, 没有如期照到帐篷拱起的顶, 怎么回事,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被血压他了吗? 不可能啊, 这里的血远达不到这样的撕掠程度, 他把腿就往那里跑, 手电的光柱紧罩着那处不放, 风一直吹, 吹散高出的雪墨子, 像是还在下雪, 忽然有一瞬, 帐篷破碎的棚皮被吹了起来,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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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 神棍的脑子里嗡嗡响, 除非那五个人活过来了, 割开帐篷走了, 否则帐篷已经破了, 他们跟在露天无翼, 这么冷, 这么大的风, 身体会真的冻死的, 到了近前, 促然止步, 他自诩看到过很多常人所没见过的, 奇异的场景, 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都是泰山压于顶而不变色, 但这一刻, 还是正愣住了, 居然看到很多置机, 华丽的皮毛, 景端样的颜色, 威依着毯子, 裹住的五个人, 急急挨挨, 曹解放正窝在曹炎花边上, 被手电光机的一呆, 带见到是神棍, 居然也忘了彼此之前有过的接地, 兴奋地拍起了翅膀, 神棍注意到, 曹解放两只翅膀掀起的幅度大小不一, 像是受了伤, 脖子梗得高高, 原本挂着的两块小牌子只剩一块, 凑近看, 上头写一只好鸡, 帐篷大概是被狼抓破的, 边缘处还有咬痕, 堆叠的石块半岛, 门边的地上还有狼爪的刨痕, 据说狼很聪明, 早些年的时候, 关门都挡不住他, 他会在地上刨个坑, 从门下钻进去, 神棍愣了半天, 才说, 解放啊, 这都你朋友吗?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混熟的? 他记得, 之前一万三还恨铁不成钢地说, 曹解放酒后失德, 险些被山里的野生制鸡群 给啄成半身不随呢, 曹解放头一昂, 胸脯挺起, 周身散发着一种不打不相识, 五湖四海街朋友, 同仇敌开一条新的豪气, 神棍说, 这样啊, 谢谢了呀, 我把他们接出去了, 天怪冷的, 你们回家睡觉吧, 他也说不清为什么, 忽然就弯下腰, 鞠了个躬, 静默了一两秒之后, 除了曹解放, 所有的智鸡都突然间震翅飞出, 一小群半空中盘了个玄武, 手电光打过去, 神棍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 那光向舞台上追逐主角的打光, 而那群智鸡, 飞开时, 好像一只以理的凤凰形状, 神棍把牛车赶过来, 杯子铺开, 把五个人逐一放上车, 小口袋最轻, 神棍把他网罗认怀里塞, 说他, 你呀, 要多吃一点, 再瘦就不好看了, 他脸上带着笑, 长长的睫毛沾了雪莉, 神棍呼的一下, 就把雪莉子吹开了, 曹炎华最沉, 看他上车的时候最费力, 还把神棍压了个亮枪, 神棍气得跳脚, 说, 没事吃那么多干嘛, 曹炎华脸上带着笑, 傻里傻气的样子, 好像在说, 抱歉抱歉, 包含包含, 收拾妥当, 油不知己地照在车上, 麻绳扎紧老杨皮药, 最后包曹姐放上车, 曹姐放不配合, 往旁边退了几步, 又退几步, 寻着那个方向看过去, 神棍看到几只又飞回来的纸鸡, 他明白过来, 解放, 你是不是不走了呀, 不走也好, 跟人待在一起怪闷的吧, 也不能一起说个笑话呀, 讲个鬼故事什么的, 行吧, 跟你的朋友待在一块吧, 热闹, 他拿了两个馒头, 掰碎了在地上撒开, 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呀解放, 到时候, 你娶了老婆, 生了娃, 住上豪宅, 可不能假装发达了, 不认我呢, 那几只稚鸡迟疑着过来, 试探性地着实, 曹姐放没动, 仰着头看神棍, 神棍摸摸的脑袋, 说, 我们走了呀, 他上了车, 牛鞭子正抽在大青牛脊背上, 行李城回头, 看到曹姐放往这边, 一蹶一拐地走了几步, 尾巴上的毛竖着, 一直盯着车看, 神棍忽然难受, 拉住牛, 掏出手机右下的车, 小跑着过去, 说, 解放, 我给你拍张照片, 留个纪念, 以后, 曹胖胖和小三三, 他们会想你的, 他拍李张, 曹姐放还主动换了个姿势, 像是在聚散虽缘的酒吧里, 被捧做酒吧小忙物的时候, 自己懂得看镜头, 也懂得变姿势, 拍完了, 神棍跟他挥手再见, 上了车, 吸吸鼻子, 打着牛往前走, 跟自己说就这样了, 别回头了, 但走了很远之后, 还是忍不住回头了一次, 这一次, 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把手机照片调出来, 翻到曹姐放最精神的一张, 塞到曹炎华的怀里, 牛泪, 人也泪, 神棍全坐在原座上, 迷迷糊糊的, 会煎火给牛一鞭子, 手挤得不重, 像是给牛挠痒, 而牛真是让人安心的家畜, 不脱疆, 不暴跳, 无论哪次睁开眼睛, 他都在不紧不慢地走, 到了岔路口就停下来, 等不来指向的一鞭子, 绝不前进, 忘了是第几次睁眼时, 忽然有些睁不开, 天蒙蒙亮了, 又是一天, 这是晋山的第几天了, 电光火时间, 神棍脑子里忽然冒过一个念头, 就是今天, 七七之数过期了, 胸茧是封住了, 还是没封住, 如果他们逃出生天, 罗刃他们身上, 会不会像之前的聘婷那样, 出现形同长方木简的伤口, 他赶紧拉住车, 爬到板车上掀开被子, 女孩子是不能冒犯的, 就小萝卜吧, 手忙脚乱, 解开他衣扣, 一筋往边上一掀, 忽然愣住, 没错, 罗刃的肩甲下放, 隐隐地, 有个凤凰的轮廓, 凤手高昂着, 向在回首, 神棍的眼睛忽然未湿, 鼻子抽动了一下, 绑得扣上一扣, 挣了回之后, 又去看曹燕华的, 也有, 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曹燕华长得胖, 原本纤细而又曼妙的凤凰, 在他身上, 称得像个胖头鹅, 神棍坐在道边, 倚着车咕噜, 又啃了一个馒头, 啃完了, 塑料带口扎进, 往罗刃脑袋底下一塞, 这样看来, 七根兄姐应该是封住了, 但他们五个人,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醒呢? 没关系, 睡多久都没关系, 有希望, 有希望就好, 他重有兴致勃勃, 赶车上路, 林子复苏了, 第一场出雪后, 太阳升起, 各种独属于自然的, 山林的, 领地的声响, 车轴很久没用, 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大青牛吭哧吭哧, 走得还是不紧不慢, 脊背上大块厚实的肉, 一齐一夫, 再走一阵子, 他竟有些恍惚的错乱感, 两千余年前, 老子骑轻牛过寒谷关, 这一带都是寒谷关地狱, 老子会不会也曾经, 走过这同一条道呢? 只不过, 老子是一个人, 而他们是一群人, 赶了辆车, 呲呲呀呀, 但做的, 也许是同一件事, 在交错的时空里, 同乡而行, 擦肩而过, 寂寞无人空就山, 圣巢无外不虚观, 白马公孙何处去, 青牛老人更不患, 骇不骇都没关系, 后继永远有人, 神棍鞭子一甩, 直指打上牛背, 车轴晦色的行进声响起, 他抬起头, 看半空中那轮并不刺眼的太阳, 大声说, 出太阳了, 睡得差不多就起来呆, 不然这一天又过去了, 再走一程, 哼起了小垫, 自娱自乐, 都是老哥, 一回是无怨无悔我走我路, 走不进天涯路, 一回是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罗任后来说, 这一生最难忘的回忆之一, 是那一次, 在初凤子岭的路上醒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辆晃晃悠悠的, 之前也不知道是用来拉绳的板车上, 脑后垫着衣塑料呆装的馒头, 怀里抱着木带, 身上盖着一条几十年前常见的, 大红笛杂牡丹花的棉被, 而神棍在唱歌, 唱, 猪啊, 羊啊, 送到哪里去啊, 送到那人民群中的煮饭锅里去啊, 作者有话要说, 忽然想到应该说点什么, 1.21-11.16, 再加上后续可能会放的番外, 接近一年的时间, 90W加, 是我写的最快, 截至目前最长的文, 也是写的压力最大的文, 听到各种声音, 更喜欢怨气, 更喜欢绊腰, 更喜欢开封, 为什么你现在写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男女主的感情是不是太快了, 似乎不那么深刻了, 战线拖得太长了, 配角的戏份太多了, 当然, 也有更喜欢七根的, 大家的喜好和口味本就不同, 自己也想很多, 后来觉得, 再好的过去也不要重复, 再有争议的未来也应该尝试, 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多, 喜欢你和讨厌你的也会越来越多, 你坐在玻璃的这面写, 无数人在玻璃的另一面点评, 你没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 就尽量做到让自己满意吧, 写完了, 问问自己, 是不是认真对待了, 是不是用心去写了, 是不是和人物一起欢笑一起累了, 有没有敷衍, 有没有注水, 有没有为了榜单故意脱戏, 有没有刻意迎合, 交出的是不是个自己可以说过的文章, 几年后回头再看, 会不会觉得心里坦然, 这几条问过自己, 都可以得到笃定的答案, 我觉得, 自己心里也就可以松口气了, 还是那句话, 并不想写很多很多的文章, 只想写自己过关的故事, 如果能有自己的风格, 就最好了, 小时候, 鱼妈跟我说, 别人的东西再好, 也是别人的, 眼红了也别拿, 自己的东西再垃圾, 也是自己的, 自己不珍惜, 就没人珍惜了, 所以我珍惜自己每一个故事, 就算每一个都不完美, 有缺点, 需要改进, 能改进是好的, 说明还有进步的空间, 还可以高高兴兴, 看着自己以后更进一步, 一, 七根这个故事, 可能是因为, 构架比从前大, 而依然没有故事大纲的关系, 解闻之后再看, 还是有自己觉得遗憾, 觉得可以避免何改进的地方, 后续修文会努力完善, 但是大的改动太伤筋动骨, 有些遗憾, 可能只能保留了, 二, 这一次, 写了五个主角, 文章有点难主向, 刻意把女主部分做了淡化, 可能是因为前一篇的思藤, 写了个太女王的女主, 笑, 所以对于木带, 希望她是个乖巧普通的小姑娘就好, 不要那么强, 或者说, 即便强, 有男朋友照顾的时候, 也偷懒一下吧, 有闺蜜, 小伙计, 小徒弟, 大师兄, 师父, 红衣, 张叔, 围着团团转, 大概是我写的最享福的女主了, 艰难困苦, 当然还是盖莫能免, 只不过, 走得绝不孤单, 三, 感谢陪伴我一路走来的读者, 学霸小周周, 和她的好机友夜下猪, 每次都留很长的评论, 鲜花丛中一点绿的小灰仔, 身为男性, 在平稳来回游业, 多么不易, 还有很多很多经常冒头的读者, 拿着文做胎教的, 等着进产房的, 直言提出批评的, 在我卡文部, 更是让我好好休息的, 追文买味的, 给我投雷投淡的, 曾经有人跟我说, 人家投了雷, 你应该每张感谢一下, 我却总担心那么一切, 会不会成了变相的鼓励索取, 此刻结吻, 可以一并感谢了, 谢谢你们认可我的文章, 还有长久以来的陪伴, 鸡里呱啦, 七嘴八舌, 每天刷刷评论, 日子都过得别有滋味, 四, 以后或许我继续写, 或许因为什么原因停笔, 或许你们是我这本书的读者, 下一本离开都聚散随缘, 有过这段相伴的时光就很好, 我们在这段时间互相陪伴, 是一种难得远法, 五百年的擦肩而过, 才换一趟回眸, 我们眼瞪眼地对视了接近一年, 前世, 我们至少是一起打工挣钱, 排队买饭的吧, 想说的话很多, 一时间写不出来, 先就这样吧, 八艺尾于2015年11月16日, 结局, 官司渗楼, 地铃腰张, 篝火的光映在脸上, 木呆有点不自在, 他不大会摆拍照的姿势, 尤其是这么正式的合影, 镜头一对过来, 人就有点发僵, 不自觉想问, 好了吗? 拍好了吗? 对面的神棍乐颠颠的, 再来一张, 换个姿势, 还要换个姿势啊, 木呆磨蹭了一下,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眼角余光撇到曹炎华, 他也好不了多少, 右手本来是放膝盖上的, 现在四处找不到位置去摆, 也不知是哪一瞬搭错了神经, 忽然拖住了塞, 看着跟女子撕春似的, 木呆一个忍不住, 吐吱一声笑出来, 然后赶紧道歉, 怪我怪我, 我们再来, 他轻轻嗓子, 站直了些, 神棍没动, 拖着那个手机, 雨丝在空中斜着打, 被火光阴的发亮, 木呆心里略过一丝异痒, 笑容渐渐僵在脸上, 他竟然不敢转头, 叫罗小刀, 罗刃的手还搭在他的腰侧, 但他不动也不回答, 曹胖胖胖, 他用眼角余光去看, 曹延华依旧拖着腮, 手指夸张而别扭地翘着, 木呆站了一回, 听到风鼓荡着帐篷的声音, 看到神棍举着的那个手机, 渐渐被鱼丝如尸, 再然后, 他小腿发颤, 慢慢地从五个人的拍照对象里走出来, 他们都不动了, 奇怪的是, 他并不很慌, 他给自己打气, 七根胸茧上身, 一切那么顺利地解决, 本来就有些匪夷所思, 发生一些诡异的失财合理, 没关系, 罗刃他们都没事的, 一定没事, 反反复复, 一直跟自己念叨这些话, 直到双脚发麻, 手有些冻僵, 他双手送到嘴边喝了喝气, 猛搓了几下, 开始把人往仗道里搬, 来来回回, 累得气喘不云, 这是实打实的力气活, 不像轻功可以取巧, 每个人都中得像沙袋, 他连拖带拉, 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所有人搬了进去, 最后拉上拉链门的时候, 看到门边的曹解放, 嘴巴半张, 翅膀半开, 像尊活灵活现的雕塑, 篝火渐渐灭了, 远处传来凄厉的狼嚎, 木带不去理会, 毯子张开, 盖住几个人, 自己也钻进去, 挨着罗刃坐下, 手里攥着电击枪, 左右都冷得没有温度, 睡一觉, 也许睡一觉就好了, 嘴上这么说, 却并不能真的睡着, 一直攥着毯子, 外头的雪越下越大, 木带仰着头, 茫然听雪片落在帐篷上 素素的声音, 帐篷高处有一块瓶顶, 雪积的一多, 就沉甸甸地往下坠, 木带手往上一拍, 搁着帐篷, 把那一块雪打得四下飞散, 就这样呆呆地看, 机械式的伸手击打, 直到有一瞬, 墨地反应过来, 雪好像停了, 帐篷外头有奇异的光流转, 他的心砰砰乱跳, 咬着牙从毯子里钻出来, 拉下帐篷的拉链, 没有雪, 也没有雨了, 凤子岭三座巨大的山头剪影, 这一时刻看来, 与真正的凤凰无异, 不是的, 木带忽然打了个寒净, 不自觉地退了两步, 连呼吸都平住了, 他觉得那不是山头, 那是敦伏在那里的, 巨大的真实的凤凰, 他的呼吸稍微致重, 凤凰都会被惊动转头, 流转着的奇异的光, 来自头顶之上的苍穹, 那是北斗七星, 组成巨大的勺子, 勺柄像钟表刻盘上的指针, 又像闪着着寒光的长剑, 缓缓转动, 木带忽然愤怒, 大叫, 搞什么名堂, 你把我的朋友怎么样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不要装神弄鬼的, 骂极了, 蹲下身去抓了石子, 向着七星狠狠抛制, 电机枪举起来, 向着虚空发射一击, 电机带着长长的线飞射出去, 找不着目标, 又凋谢式地落江下来, 木带站了很久, 风大起来, 把他的头发吹乱, 也不知是自哪个时刻, 四周开始传来辽远而又空阔的声音, 像远古时候, 部落的族人前程放歌, 断竹, 絮竹, 飞土, 竹肉, 这上古摇歌, 木带末底回头, 他们扎营的平台像是成了孤岛, 看不见来路, 也没有了那些高高低低的山石, 远处的黑暗里, 冲冲的影子, 像黑色的皮影, 又像只在博物馆看到过的, 最简朴的原始绘画, 大队大队的人在法主, 竹林成天倒下, 强弓射出弹丸, 野兽在奔跑, 刀砍下, 血迹扬上半空, 有人被强摁进水里, 水花激烈地喷溅, 而远处只是水面且的涟漪, 有人被吊上半空, 搏梗勒系, 身子像枯枝一样飘摇, 有人被架上柴堆, 挣扎着引墨于窜起的火头之中, 画面越转越快, 不再单纯, 是他曾经看到过的简研画面, 有工坊, 万马奔腾, 冲杀, 巨大的投尸机抛出大石砸他城墙, 伸手飞礼, 降组被杀, 图成, 累累尸骨相叠, 慢慢的, 那些画面开始有了现代文明的痕迹, 有鬼的列车, 枪, 背扫, 半空折断的飞机, 所有影像都是黑色的线条和轮廓, 没有声音, 没有细节, 只透过眼球, 却如同醉顿的刀子, 哗啦着人的身体, 木带咬着嘴唇, 一动不动, 他并不想闭上眼睛, 相反的, 很多画面他都看进去了, 眼前流动的, 像是杀戮的历史, 说是人的历史也不为过, 反正, 自人类诞生以来, 没有哪一天, 是完全没有战争和杀戮的, 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的现代, 局部大小战争和冲突, 依然从来没有中断过, 天地间的空气无穷无尽, 公灾多些人也不怕匮乏, 但总有人要拼个你死我活, 不能共带一片天, 恍惚中, 那些影像消逝, 雾起慢起, 隐隐绰绰间, 献出几条若隐若现的, 比例失调的戏长人影来, 他们挤挤挨挨, 动作夸张地推推嗓嗓, 声音曹怯地像乌鸦, 叽叽喳喳, 你争我抢着说话, 输了输了, 他们输了, 他们死了吗? 死了死了, 也许死了, 木带毫不客气, 弯腰捡起身周的石子, 一股脑扔过去, 大叫, 放屁, 嗖嗖嗖, 石子消失在雾气之中, 恼怒之下没有准头, 并没有砸到谁, 但那几条人影都像是被吓到, 好一会儿都没敢动, 过了一会, 他们又稀稀疏疏地交头接而起来, 他气了, 他在生气, 又不怪我们, 杀人的从来是人, 又不是我们, 就是就是, 他们先坏, 我们才能落脚, 不可怕, 木带并不觉得可怕, 至少, 不像在梦里那样怕, 或许是因为, 朋友们都出事了, 每一丝软弱都找不到依靠, 最无助的时候, 往往也是最无畏的时候, 木带朝前走了两步, 那几条人影, 发出金黄似的阿哑声, 忙不迭地往后退, 你挣我嗓, 狼狈不堪地哀呦哀呦, 像是抱怨被踩了脚, 木带想了想, 停住了不动, 朝其中一个勾手, 在勾勾手, 心里有荒诞的好笑, 忽然间异地而出, 他像个邪恶的女巫, 要去诱惑良善, 那个人影, 迟疑地左看右看, 试探似地往前走了一步, 木带问, 我怎么了? 人影的声音透着得意, 你输了, 你们输了, 我的朋友们, 为什么不能动了? 不不不, 他们跟你一样, 一样? 木带先是疑惑, 下一瞬, 忽然就明白过来, 他们不是不动, 他们或许也跟自己一样的处境, 进入到海市蜃楼般的幻境里来, 罗刃的世界里, 他和红沙他们, 也是忽然间冰冷, 僵住, 再无温度, 五个人都在幻境, 也许, 只有神棍面对的, 才是那个真正的烟火世界, 他问的怯怯和柔和, 怎么会输呢? 他看出来了, 他如果强悍, 他们就会避退和害怕, 所以最好是态度温和, 那人影的声音果然又多了几分自得, 你们的力量太小了, 木带带了哭音, 活着风印, 不也是一样的吗? 师父梅花酒娘教的, 实在没办法, 你就哭, 另外几条人影在互相议论, 他怕了, 怕了, 是的, 他要哭了, 那人影说, 怎么会一样? 恶念和怨念是日积月累的,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 来自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代, 新的凤凰鸾寇的力量, 要会入到前人的力量一起, 才可以形成新的福利, 明白了, 所有的力量都是累积的, 梅花一照, 它们算是死寂, 力量可以与之前那些凤凰鸾寇的力量, 自然相容, 但这一次, 它们五个人是要活着, 它们的力量, 或许可以封印这一轮作恶的恶念, 但未必对付得了之前的每一轮, 那些膨胀的, 来自不同人的, 滚血团般积累的恶念, 所以, 乍然相逢, 力量悬殊, 膝根胸肩入体之后, 它们很快失手, 被抛进这个诡异的境遇里来, 这里是哪儿? 那几条人影咯咯的笑, 夸张地捂住肚子, 笑弯了腰,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告诉他告诉他, 他们完了, 没法翻身了, 那个人影更得意了, 围着他转着圈, 倘若塞给他一把扇子, 他可能就要翩翩起舞了, 说, 在那个世界里, 你们输了, 你们像木头, 像雕塑, 再也醒不过来了, 而在这里, 你们输了, 你们就被打回到了, 懂吗? 所以你和你的朋友分开了, 因为在人生的起点, 你们谁都不认识谁啊, 木带绕不过来, 脑子有点猛, 什么叫, 谁都不认识谁, 那个人影折折一笑, 说, 你看啊, 木带抬起头, 看到无数画面, 雪片一样在周围环绕, 看到罗润, 搂着聘婷, 言笑艳艳, 聘婷的长发飘起来, 扶过罗润的脸, 看到曹炎华, 围着个围裙, 反拎着曹姐放的翅膀, 开始毫毛, 手边的除刀膜的增量, 而一旁给他打下手的, 居然是绑着头发的曹金花, 看到颜红纱, 红着脸, 从一个面目俊朗的男生手里, 接过一捧玫瑰花, 看到一万三, 开了家气修店, 袖子露到胳膊, 手上都是机油, 正跟一个过来修车的女客户, 有说有笑, 也看到自己, 穿着洁白的长拖尾的婚纱, 身后的拉链围拉, 露出弧线细致的腰背, 一个自己从没见过的男人走上前来, 给他拉上拉链, 木带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炸开了, 忍不住大叫, 这都是什么混账玩意儿, 那个人影说得轻松, 你不懂吗, 人生就好像混沌的星空一样, 本来就没有秩序, 也没有什么命中注定, 一个角度的偏差, 就会让结果完全颠覆, 你被打回起点, 你的人生有一万种可能, 罗任从来没有见过你, 也就不会爱上你, 你的朋友们, 再也不会跟你相遇,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你不认识曹炎华, 一万三也不认识颜红沙, 是吗, 是这样吗, 木带呆呆地听着, 雪片一样的画面还在变化, 像是循着时间的轨迹, 他看到自己进了产房, 看到那个男人抱起了心生的宝宝, 那个男人眉目俊朗, 手里拿着奶瓶对着他笑, 木带忽然哭出来, 说我不要给他生孩子, 他不要这狗屁的起点, 和狗屁的一万种可能, 也不要这个男人, 再好也不想要, 那几条人影都凑过来, 似乎手足无措, 他又哭了, 怎么办啊, 给他擦擦眼泪, 已经这样了, 没办法了, 认命吧, 嘈杂间, 有一抹细小的声音在说, 要不, 其实还可以, 马上有人粗暴打断他, 不行, 不能说, 木带豁然抬头, 盯住那几条一样的影子, 谁, 刚刚谁说话, 没人承认, 他们色缩地往后退, 木带紧盯着他们不放, 有办法的是不是, 还有办法的, 这里不是绝境, 一定有路的, 前后没有, 天上地下也有的, 对不对, 你们告诉我, 没人说话, 他们畏畏缩缩的, 都想躲开他, 木带的希望转作愤怒, 想找石子扔他们, 前后都摸不到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电视剧里, 有人气急了, 会脱鞋子扔人, 他也脱了, 两只都脱, 这一次丑得准, 卯着劲扔了过去, 正中两个, 听到他们哀号, 木带觉得很爽, 出气式地大叫, 你们这群骗子, 你们是星剑, 杀人, 骗人, 骗人, 说混账的鬼话,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了, 从头到尾, 都只有你们嚣张, 凤凰鸾寇是死的吗? 啊, 是死的吗? 轰然一声, 炽热的猎气, 天地间一片火亮, 木带转过身, 被热浪破的后腿两部, 嘴唇撩得胶干, 但他没有闭眼, 他看到, 三个凤凰山头, 凤嘴中喷出炽热的火焰, 把环抱的中央变作了火海, 北斗七星的星光, 在赤焰的光芒下暗淡下去, 而火焰消退出, 原本应该是低腰的山谷的地方, 耸立着巨大的官司牌楼, 正对着他的那一面, 门楣上有古朴的转体字, 那是个木字, 第零二章, 那个门洞, 悠悠深深, 看不清那里的端倪, 但是没关系, 不会更糟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走唯一能看见的路, 木带咬了咬牙, 抬手抹了抹鼻子, 抬脚就往那里走, 背后, 那几条人影惊慌失措, 你推我嗓, 完了完了, 他要出去了, 出不去的, 别慌, 拦他, 拦他呀, 那个鸭子, 飙着长长的高音, 鱼音未泄中, 一条细长的人影, 亮腔着被推了出来, 回头看, 剩下的人影都碾苍蝇似的对他摆手, 想办法, 想办法, 拦他, 那条人影向着木带追了两步, 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折回来, 摸索着找到木带的两只鞋子, 左右细长的胳膊套进去, 想套了手套, 到了门没前头, 木带停了一下, 还是一头冲进去, 里头是个黑色的山洞, 正前方的半空中幽光浮动, 是个悬浮着的表盘, 石面上竖一根细柱, 盘面上细柱的影子对准的方位, 像是普通钟表上的十二点, 而表盘的正上方, 有个透明的漏斗, 里头装满了白色的细纱, 身后有一抹细小的声音, 气喘吁吁, 说, 等等我, 我来了, 木带回头, 看到一条细长的人影, 讨好时的递过来一双鞋子, 木带想劈手夺过, 脑子里电光一闪, 火气和补月都压伏下去, 说得温温柔柔, 是你呀, 我认得你的声音, 刚刚你想帮我来着, 那人影见他不接, 索性把鞋带打了个结, 挂在自己脖子上, 很是高兴, 是啊是啊, 我是好人, 我来帮你的, 真是鬼才信这话, 木带不动声色, 你人真好, 你是哪一根星茧, 是我们收的第几根, 那人影, 只是最简约的人形, 并没有真的手, 他两条细细长长的胳膊伸出来, 交叉着摆了个扭曲的七字, 你叫我小七呀, 第七根, 那根被罗人认为是最惧至极的, 长久的折腹不动, 统领全局, 现在看起来人畜无害, 连嗓音都开始像小孩子了, 木带的脊背上爬上两翼, 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胸茧, 比青年獠牙的模样, 更让人觉得发神, 他叮嘱自己沉住气, 最高明的骗子不是满嘴假话, 而是说好多好多真话, 让你松了戒心之后, 再掺进关键的假话, 这是个诡异而陌生的境语, 这个看似良善的小七, 也许会抛给他很多很多信息和指引, 对这些, 他得信又不能全信, 掌心渗出细汉, 木带淤了口气, 指向那个钟表, 那是表吗? 小七说, 这是你们古代的计时器呀, 叫归表, 又叫日轨, 表真就是太阳的影子, 他这么一说木带就明白了, 先前, 为了查找五珠尊的飞鸡脊兽, 他看过故宫的相关介绍, 故宫里也有日轨, 又叫太阳钟, 因为阴天和雨天, 日轨是不能显示的, 木带指那个漏斗, 这是漏狐吧, 也是计时的, 小七说, 是啊是啊, 他压低声音, 我是好人, 我告诉你, 凤凰鸾扣分死记和活记, 死记最常见也最容易, 这许多年来, 你们不是第一个尝试活记的, 只是从没有人成功过, 果然, 不是所有人都想死, 在他们之前, 也有人尝试过活着去封印凶剑, 木带有点激动, 为什么没成功, 因为活着比死更难吧, 也对, 死是一了百了的放弃, 活是迎难而上的坚持, 小七两条膝胳膊上去, 原地转了个圈圈, 说, 这是官司渗楼, 是活记的最后一步, 也是凤凰鸾扣给出的一条生路,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 真实的世界里, 你们的时间已经停止了, 但在这里, 你们被打回了原点, 木带点头, 你多大了啊, 二十四, 小七指了指那个日轨的方向, 你的前二十四年都在这里, 你要重新去修补一遍, 当你向着日轨方向奔跑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开始了, 从出生开始, 日影会开始转动, 露虎会开始露沙, 露完的时刻, 就是你在真实世界里停滞的那一刻, 你一直奔跑, 会经历你的二十四年, 他们想流星从你身边掠过, 但是重要的片段, 你都会看见, 你可以停下来, 也可以去施加力量改变, 但不能停得太久, 这力量也只能施加在过去的自己身上, 可是我建议你不要, 你改了一点点, 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 有一扇门, 你推开了就能出去了, 木呆不信, 这么简单, 是啊, 还有, 你最好跑得快一点, 如果你最先倒, 说不定能去给你的伙伴们帮忙, 如果只是跑步, 为什么之前的死事都没有成功过, 小七不愿意多说, 你进去就知道了, 那也只能跑了, 小七的话她懂, 她的伙伴们在跟她经历同样的处境, 他们的人生都不能改变, 最终才能到达同样的终点, 一起推开那扇门, 木呆心一横, 向着日轨的方向发作奔跑, 她不要那一万种可能, 也不要施加任何力量去改变, 闷着头, 跑就行, 才刚起步, 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 让她促然止步, 身侧有水墓样的波影, 那是产房, 穿着老实白大褂的衣物人员, 白绿漆的墙面, 她出生了, 她的亲生父母是谁, 日轨像是随着她一动, 始终在正前方, 白色的下落细纱, 速速拂过表盘, 一粒粒落在她脚边, 她不改变什么, 只是想知道, 木带颤抖着手, 抚上拨面, 身部有几间, 像有巨大的银利, 把她拽了过去, 是医院的嘈杂病房, 她看到脏兮兮的床入, 那个伸手伸脚的小婴儿, 是她妈, 哭得厉害, 忽然间, 盯上棚头垢面的女人, 往小婴儿嘴里, 塞了个空奶嘴, 那是向思兰, 有姐妹来探视, 穿丝袜, 烫头发, 磨口红, 涂着红彤彤指甲的手上下指戳, 再说向思兰, 这么不小心, 中这种头彩, 生意都不好做, 向思兰也烦躁, 我哪知道是谁的种, 也吞了药的, 贵儿子, 怕是假药, 吞了都没下胎, 之前不是教你跳绳, 跳了, 命硬着呢, 说着, 嫌恶似的把小婴还往边上一堆, 小琪就在她手边, 嘴巴里咕嘟咕嘟, 像是土泡泡, 问她, 走吗? 穆带看着向思兰, 说, 走, 她一步步后撤, 退回到幽安的永道里, 所以, 向思兰确实是她的亲生母亲, 眼泪忍不住落下来, 穆带伸手抹了, 对自己说, 没关系的, 这世上从来都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她只是摊上了而已, 她继续往前, 才刚又过了一段, 身侧突然传了一声怯生生的妈妈, 穆带身子一颤, 忽然觉得这场景分外熟悉, 想也没想, 一步跨进那波影之中, 是南田县的破旧的桶子楼里低矮的房间, 客厅里没开灯, 卧房的门虚眼, 有光头出来, 夹杂着男人粗重的喘息和女人的身影, 她看到三四岁的小穆带, 扎了个羊脚小便, 站在门边, 攥着小裤子使劲您, 说, 妈妈, 真的饿了, 想吃东西, 砰的一声, 男人的大头皮鞋砸在门上, 把门砸上了, 粗重的吼声传来, 死去睡觉, 再说话揍你, 小穆带撇了嘴, 爬回沙发上, 缩在角落里, 一直使劲您裤子, 穆带听到他哭一样的, 压得嘀嘀的声音, 我又不是装饿, 穆带气的眼睛都模糊了, 走到门边, 上去就是一脚, 没有揣门声, 门也没异样, 小气在边上说, 你忘了, 你的力量, 只能施加在过去的自己身上, 穆带含着眼泪回到沙发边, 跪下身子看小穆带, 心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恍惚间想着, 以后有机会, 生个女儿就好了, 一定拼命地疼他, 不让他受一点点罪, 他叫小穆带, 乖宝, 小气说, 他听不见你的, 你可以上他身一回会, 穆带伸手拖住小穆带的小脸, 还没来及说什么, 眼前一暗, 在亮起时, 低头看到自己的手, 小不丁丁, 还带点肉肉的, 下一秒, 饿得感觉排山倒海, 难怪小穆带一只宁裤子, 穆带咬牙, 走, 吃饭去, 他搬了板凳, 踩上去开了房门, 小跑着下楼, 已经是晚上了, 店面都锁着, 实在找不到什么吃的, 走了一段, 有肉香传来, 寻香找过去, 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童子在吃一块, 拿着, 有小男孩不耐烦的声音, 还吃, 吃不掉了, 再然后, 看到一个小男孩出来, 谢愤似地踢着狮子, 啃一块饼, 手里还拿一块, 丑丑四周没人, 把手里的那块扔到了地上, 扔掉的就扔掉的吧, 但干净了也不脏, 穆带冲过去想捡, 手刚伸过去, 那小男孩发现了, 一脚踏住, 说他, 贼, 我家的饼, 踏脏的饼就不能吃了, 穆带恨得牙痒痒, 你扔掉的, 扔掉也不给你吃, 小男孩嫌腻着看他, 我妈说, 你妈妈是卖的, 家里的东西脏, 人不干净, 身上都有病, 穆带又饿又火, 一脚踹向他膝盖, 夺了他手里的饼, 又摁着他脑袋向地上, 吃, 你把地上这块吃了, 小男孩嫌死不吃, 穆带气上来了, 摁着他脑袋往地上一颗, 起身就走, 回去的路上, 三两下就把饼吃了, 好歹填补一点, 上楼的时候, 眼前忽然发黑, 还没明白过来, 自己已经站开在边上了, 小七在边上嘟嘟嚷嚷, 都告诉你了, 只能一会会, 他看到小木带诧异地站在楼梯上, 眼睛瞪得大大, 一了一声, 自言自语, 我怎么到这来了, 要赶紧回去睡觉, 不然妈妈打屁屁, 他蹬蹬蹬往楼上跑, 到最后一集时, 许是爬得费力, 小屁股撅起老高, 波影在身侧现出, 小七拽他, 走了, 不能停很久的, 木带任由他拽了出去, 进入波影的刹那, 忽然说了句, 我该帮他洗个手的, 再过一会, 小童子母子找上门来, 小木带会被打的, 他轻轻叹了口气, 回到了幽暗的永道里, 小七的脖子上挂着鞋子, 在前头引着路, 蹦蹦跳跳, 木带有些失落, 没有先前跑得那么急促, 沙里在盘面流动, 他走得慢了, 日影似乎也就动得慢了, 霍子红温温柔柔的声音忽然传来, 这些孩子, 我看过了, 觉得都不太合适, 木带浑身一震, 瞬间转头, 浮动的波影里, 他看到借贷室里年轻的霍子红, 边上坐着的是张叔, 育幼院的院长似乎很抱歉, 还有个男男, 前一阵子送来的, 身体不好, 一直生病睡觉, 我估计也不合适, 霍子红笑了笑, 那就算了, 这种事也要看缘分的, 可能时机不对吧, 不对啊, 木带的心, 砰砰跳得厉害, 红一给他讲过当初领养他的事, 说, 那么一堆小孩, 一眼相中你了, 安静得很, 一个人含着手指头, 在边上看着我笑, 这个男男怎么会生病在睡觉呢, 而红一又怎么会说出那就算了, 可能时机不对这种话呢, 红一不收养他了, 那他以后的人生要往哪里去, 夕阳夕下, 院长送霍子红出去, 说, 其实你们可以再试几年, 到那个时候医学更发达, 也许会有希望, 不急着领养的, 霍子红还是款款地笑, 张叔尴尬地搓着手, 就在这个时候, 院长忽然说了句, 呀, 男男怎么跑出来了, 衣服都没穿好呢, 寻生看过去, 前头的墙角出,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个小姑娘, 歪着脑袋, 像是刚睡醒, 衣服穿得皱皱巴巴, 院长匆匆过去, 帮他把扭扣扣好, 又把裤子往上提了提, 那小姑娘一直看霍子红, 盯着她的眼睛看, 霍子红也看她, 过了会, 她低声跟张叔说, 这小姑娘, 看我的眼神, 就好像, 我跟她认识好久了, 第零三章, 在此回到永道之后, 木带觉得有些不对, 她那些真实的人生, 不应该是自然发生的吗, 为什么现在看来, 都像是自己插手修补过的, 小七边走边叙叙叨叨, 都让你最好不要插手了, 你就是沉不住气, 幸好幸好, 你还是被霍子红收养了, 大的方向没有变化, 木带起了疑心, 我不插手, 红依旧不会收养我, 我根本不可能卷进胸前这件事来, 更加不会认识罗刃和我的朋友, 你在骗我是不是, 我不插手, 我的人生才会有一万种可能, 只有我处处插手, 才能找到唯一的那条出路, 小七说,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我是好人啊, 他细长的胳膊往上长, 越长越细, 触须让勾住日轨表面上的那缕日影, 墨地往下拖了一格, 影子怎么会被拖动, 木带顾不上想那么多了, 大叫, 你干什么, 他凭什么拖快他的时间, 小七的声音听起来再也不像个小孩了, 说得冷漠和慢条思理, 我不让你插手, 你非说插手才是对的, 那现在你是插手还是不插手呢, 说完了, 两条胳膊突然往木带肩上大力一推, 木带猝不及防, 亮腔着跌进了波影之中, 是夜晚, 没有月亮, 黑漆漆的工地飞楼, 像城市的暗影, 透不尽光, 木带突然哆嗦了一下, 这是八年前, 他和沈门出师的那个晚上, 夜风里, 隐隐传来嘶喊呼救的声音, 木带头皮发紧, 小腿止不住抽搐起来, 把腿就往出师的方向跑, 小七和他一起跑, 或者说, 他更像飘着的黑色鬼魅, 绕着他, 一圈又一圈, 不停地说话, 你要救他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救了他, 他就不会死, 霍子虹不会带你搬家, 丽江不会有一个叫聚散虽缘的酒吧, 一万三也不会去打工, 后续的一切都会改变的, 木带促然止步, 小七说的没错, 他要的结果, 是五个人重新再次走到一起, 而文文如果平安, 后续的一切都会改变, 他茫然地看向废楼的高处, 那里, 尚未修好的阳台处, 剧烈晃动着几条模糊的黑影, 如果没料错, 再过一会, 年少的木带就会从三楼摔下来, 而文文会经历那个年纪的少女所经历的最悲惨的噩梦, 小七很满意他的停下, 这样才对吗, 大局为重, 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木带转头看他, 又看往高处, 忽然说了句, 去你妈的, 他几步奔到楼下, 身形如垫, 贴着废楼的外墙窜上, 身后, 小七声嘶力竭地大叫, 你会后悔的, 你完了, 你再也出不去了, 会后悔吗, 装入少女木带体内的刹那, 木带的心智忽然清明, 只要他还记得罗任, 不管货子洪后续有没有搬到丽江, 他都可以去找, 他和罗任有许多相遇的节点,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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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